我们能够享有今天这样安定富足的生活 其实是前人偏手知足牺牲奋斗而来的 因此制作了用生命守护家园的系列节目 这是希望大家能够效法这些英雄典范 Realm Models 让他们的精神不只留在历史之中 而是继续传承下去 Absolutely 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人物相当不得了 不仅带领人民走过民国六十年代的风雨岁月 也创造举世称谐的经济奇迹 The Taiwan Miracle 说到这 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是谁了 没错 他就是有着永远的行政院长美称的孙韵璇先生 有关于他的丰功伟业实在是不生美举 He is a competition as the premier world incredible 即便他过世多年 至今仍有许多民众对他怀念不已 是啊 孙韵璇先生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多 不论电力的证件或是外交 经济 政治 甚至在国防上也多所建树 不止如此哦 他为人正值清廉勇于认识 日记里的一句 不要谈无力感 而要想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道经他无私忘我 敢于负责的人生哲学 By and large 总而言之 不论是年轻的官兵同仁或是年长观众朋友 如果你没听过或是还不认识孙韵璇先生 都非常值得你来好好认识他 You can say that again 确实如此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来回顾 孙韵璇先生平凡却又伟大的一生 Let's get started 我们想把我们的国家 从孙韵璇先生的这番话里 我们可以看见他对国家的期许与报复 过去台湾老百姓以务农发展劳力密集的轻工业为主 而如今科技园区林立 精密晶片代工 在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如此的成就 都要归功于他当初的远见 和积极推动高科技产业 在历史洪流之中 看到前人所树立的典范 经过岁月的洗涤 更显弥足珍贵 孙韵璇先生用一生奉献国家 引领国人度过了两次石油危机 退出联合国 中美断交等严峻时刻 他的远见与毅力 带给国人一份安定力量与信心 并且创造享誉全世界的经济奇迹 缔造永远的行政院长 这个有职人心的形象 担任工职生涯超过50年 做过基层工程师 台电公司总经理 也担任过交通部长 经济部长 以及行政院长 无论在哪个职位上 总是无私无我 全力付出 永远把国家放在家庭与个人之前 孙云璇这三个字 对于现在年轻一辈的人来说 或许印象并不深刻 但他为台湾贡献 服务与牺牲的精神 绝对值得我们深深缈怀 为了让大家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步步去了解 孙云璇先生 努力从工的一生 菊光原地制作小组 走访了孙云璇科技人文纪念馆 这里承载着 他担任行政院长以来 到离世共26年的岁月 诸多重要决策与重要方针 也是在此构思 置身其间 一张张的老照片 勾起许多人的回忆 而让人感受更为深刻的 则是那股新系国家的伟大情操 孙云璇先生 他是在36岁的时候 还很年轻的时候 就到台湾来 主要是进行台电的 这个副电工作 那另外呢 他当交通部长 经济部长的时候呢 也为台湾整个经济发展 带来很大的这个奇迹 比方说他引进了这个半导体啦 然后建立了工研院等等 台湾能够持续的这样子的发展 然后有很大的这个经济上面 大家看到这个繁荣的景象呢 其实都是 森先生那个时候就打下的基础 出生于民国二年的孙云璇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 即投身政府经济建设行列 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 奉命将位于陕西电厂 基建拆迁至四川 以保存国家宝贵建设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沿途1900多公里 在没有足够的机械输具情况下 靠着罗队搬运 费时三个月 徒步越过好几座 两三千公尺的高山 诗人李白曾写道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就是指这一段路途的险恶 受到他的感召 搬运团队展现出 破釜沉舟的决心 期间日军逐步进逼 大家也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并曾说过 鸡存人存 鸡王我们就一起跳下山谷 这段话 不喜牺牲性命 也要确保装备能安全运抵 索性最终克服困难 达成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 孙宇璇临为受命 率50余名技术人员 抵台接收电力公司 当时台湾满目疮痍 百废待举 电力系统在战火中 受到严重损伤 原有3000名在台电服务的 日本技术人员 遣返回国 日本人认为 短期根本不可能修复 并预言台湾将呈现一片黑暗 阶梯工作发生极大困难 不服输的孙宇璇在急迫 艰困时刻 紧急借调台北及台南 两所公专学生参与修护工作 到台湾每个角落 进行抢救电力大作战 短短五个月 不眠不休的修建 恢复全台80%的电力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点亮台湾的天空 那年他也才33岁 卓越的表现 也预告着未来的成就 他看不起我们 我都努力 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干 把台湾电力做得好 给你看一看 其实以前是常常停电的 那就轮流停电 甚至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停电 像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你在那种深山里面 只有一两户人家 那你还要架设这些电路 那时候其实台电 本来是不愿意做的 但是孙先生就觉得说 其实不管你是在乡间 还是你是在都市里面 每个人应该要享受到 这个电力都是一样的 不能说只有在都市里面的人 才有电可以用 所以他就努力说服了台电 那到连这个深山里面 或是偏远的乡下 他也都帮他们做了 这些电力的设施 长达20年的台电生涯 对台湾电力贡献卓越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看到老百姓对电力的渴望 我永远忘不了 所谓的民主不仅是形式 而是真正让百姓得到平等均富 要让每个人都享有电力 纵使赔本也要做 由于这样的坚持 也拉近城乡间的距离 电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图屋结构 我们叫平亚塔 发生了龟裂 孙先生他就带来第一次演员 到那边去看 看了以后 这个他差不多要三十四十公斤 深了 里面还几几点 孙先生就问 哪位机员进去 没有人说 你们没有 我下去 他下去 第一线 底下那么久以后 孔狼腰也肚气了 他下去 下去了好久好久 没有声音 大家着急的不得了 大概半个钟头过来以后 他就拉拉这个线 小的 他 那么这个 他在问他怎么样 他就拉上来吧 把他拉下来 拉上来他就这样 已经看过 刚才上台的时候 没有问题 我想以前做这就这样 回想工作 我先做 孙昀璇玩起衣袖 动手去做的特质 确实令人感动 而从这个小故事中 也能看见他为 身先士卒这四个字 亲自做出最好的示范 把电整顿好了 接下来着手进行交通建设 在一年八个月的交通部长任期中 不仅落实村村有道路的理念 电定汽车交通的基础 也负责十大建设中 南北高速公路 中正国际机场 北回铁路 铁路电气化 台中港 苏澳港等建设规划 民国58年至67年间 孙昀璇任职经济部长 正值国家遭遇空前逆境 诸如退出联合国及石油危机 一次次剧烈风暴 扑向我宝岛台湾 他总能果断阴影 站出来说出他的看法 指出大家要走的方向 在我国退出联合国后 许多国家与我断交 他立即召集全国工商领袖 稳定商界不安情绪 同时与断交国家 互设商务代表处 订立民间贸易协定 使我对外贸易 不因外交关系而受阻 在民国62年的时候 以色列跟阿拉伯 他们发生了战争 所以石油的出口 就受到了限制 以台湾来说 我们自己并没有生产石油 所以那个时候 孙昀就带着我们农业 工程 各方面的这些人才去谈 那这个沙烏地阿博他们的这个国王费色 就看到这个 孙昀是非常有诚意的 所以就很高兴地跟他说 我们是兄弟之邦 那这样子的石油呢 我们会不断地供应给台湾 我觉得信心跟决心是非常重要 在那个时候呢 成本增加了各方面的冲击 可是老百姓的心一安下来 由于这个石油的危机 不仅仅没有把我们的竞争力减低 同时呢 更加速我们自动化的步伐 让我们的成本呢 降低下来 而且更加有竞争性 石油危机化解 台湾经济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接下来还有物价飙涨的问题 等着他来解决 当时孙昀璇跟总统建议 要把民生用品价格一次涨足 才能免除不断涨价的预期心理 也因为他的大道阔斧 成功稳住当时的物价 另一方面 为了挽回各界对台湾的信心 政府开始进行 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划 而其中最重要的 莫过于成立了 培育高科技产业摇篮的工研院 然而这过程却是几经波折 这个工研技师研究院呢 最好要变成财团法人 这样大家有个弹性 你纯粹是个政府机关 你用人方面你就有问题 这点呢 在立法院很有意见 如果你变成财团法人了 你脱离他的管辖了 那么他每年对你 还有两亿多的捐助 他不能管你了 你就算不送他那审查 很不放心 靠着孙先生 也是舍战群儒之后 立法院终于给他通过 为了通过这个呢 那当然呢 还有很多知己 都要孙先生把它摆平 最后靠着孙运璇先生 力排众议 在将近两年的多方奔走 才得以促成 为日后整个台湾经济转型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民国67年出任行政院长 才半年 马上面临外交危机 在此危机关头 孙玉璇表现出领导者的风范 有条不问的执行政府决策 他忙着穿梭于立法院 告诉立法委员 行政机关对此危机 一定负责到底 主持外籍记者会 告诉世界各国 中华民国有不屈不挠的决心 有应变的策略 维护政局 他的每一部 就如同日记里写的 容忍中保持警觉 盲乱中保持冷静 在民国68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孙仙就觉得说 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团结 我们全台湾人民 所以他也召开了工商业界的会议 听孙仙在跟他们讲说 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 重新在国际上面站起来 那这些企业家们 听到孙仙这样子的喊话之后 也就纷纷地觉得 要团结在一起 要跟流台湾 全民一起来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孙仙就这样子带领大家渡过了 其后更发动民间爱国自强捐献运动 仅10天得款20几亿元 作为发展国防战备基金 同时多方运筹 促成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 对台海安全保障作用至巨 在他担任行政院长的七年任内 十大建设全部完工 科学园区正式开幕启用 国民所得 从民国66年的1182美元 到民国73年的3134美元 其间甚至写下18% 经济成长率的惊人成就 为世界第一 当一切正式开花结果的时刻 却因公务过劳 造成脑中风 在如日中天之际离开公职 虽然离开行政工作 但他一生对国家的攻击 与领导风范 却常住人们心中 对很多民众来说 因为孙院长是永远的行政院长 那没有想到 这个一夕之间 大家最敬爱的行政院长 就这样子倒下了 所以很多的民众 包含小朋友也是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鼓励孙先生 然后能够好好的再站起来 再为国家来做事 全国能做事的人都是我的人 终生以工程师为荣的孙韵璇 认为施政有如工程 必须靠团队合作 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没有为自己打算 遇到困难必定力排兼困 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15年 20年以后 台湾的这个产业会这么集中 而且在这个科技产业 或者是资讯产业上 有这么好的表现 他们当初看到了吗 我想没有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的环境 他们看到了一个台湾产业 发展的方向 而我们那时候的人才 那么他们愿意为这件事情 把毕生把这种希望 把他这一生的努力 朝那个方面发展 那谁能够把这样的这些人 把他凝聚起来 那一个人 我想他就具有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人格特质 或者一个领袖的特质 那我想我们的顺院长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物 日记里曾写过这么一段话 从小我的老师 父亲总是告诫我们 搞钱很不名誉 而且肮脏 从不建立个人班底的他 常于沟通 善于接纳 担任公职期间 领导数十万公务员 建立一个有效率 又有应变能力的行政团队 这是何等的不容易 尤其面对工商业界 始终保持有公仪 而无私交形象 曾手握数千亿资源 但不收礼 不应酬 也不剪彩 不提字 清廉无私的形象受人敬重 孙院长就是完全是 我们古人所说的 大夫无私交 他要去工商业去看的话 他是去了解问题 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忙人家 有的时候去鼓励 特别是在工商业 遭遇到困难的时候 轻车减从 通常就两三个人 跟他一起去 那么当然更没有记者 事后也不会去宣扬 不要谈无力感 而要想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这是孙院长一生的信念 他最大的贡献与骄傲 就是能对老百姓付出全部心力 让人民享有富足安乐的生活 用实际行动表现出爱国心 孙先生他无时无刻都一直在想着 要怎么样帮所有的人民谋福利 比方说他在位的时候 他会召集乡镇市的 主要负责的这些乡长镇长等等 然后来听听他们最基层的人民 到底需要什么 然后他也都会非常积极地去处理 他常常说我们不怕问题多 只怕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个对民众来说是很有感的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 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有人能够这么积极地来帮我们处理 然后又不会把这个功劳一直挂在嘴上 所以其实我想民众会这么怀念他 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总说这个社会需要英雄 的确不论在哪个年代 尤其需要像他那样具有诚恳 踏实 苦干 执着 廉洁 勇于认识等领导特质的中间人物 哲人日以远 典型在塑袭 历史已经肯定了他对国家的贡献 让我们一同效法孙院长对国家一贯的热爱 以行动征服无力的实践精神 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为更美好的未来全力以赴 看完刚才的节目 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 To a competition great thing We must not only a cat But also dream Not only plan But also believe 学长说的意思就是 为了成就大事 我们不只需要行动 还要有理想 不只要有计划作为 还要有信念 这句话套在孙院长身上 确实很贴切 也期许每位同仁 都能够学习到 他的操守与精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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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